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朗没这个本钱 无论是在军事实力上 还是在经济实力上 伊朗都没有资格与美国坐在一起进行谈判 别说是伊朗 即便是欧盟 在特朗普眼里都一样 没资格与美国坐下来谈 如果欧盟实力足够强 美国也不会轻易就敢对盟友发起贸易制裁 特朗普也不敢面对六国的围攻而无动于衷 伊朗号称是中东地区的军事大国 在美国面前 实在是不值一提 美国如果对伊朗发动全面战争 伊朗的后果比伊拉克也不会强太多 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伊朗的弹道导弹 再有就是伊朗的人肉炸弹 很可惜 伊朗的弹道导弹仅有1500枚 这里还包括大量射程 在几百公里的弹道导弹 最大射程的达2000公里 只能覆盖海湾地区的美军基地 无法对美国本土构成威胁 这些弹道导弹在美军的全力攻击下 还能有多少能对美军基地构成威胁 实在让人怀疑 再就是人肉炸弹 这是美国比较担心的 伊拉克战争中 美军没什么损失 但是在战争结束后 美军的伤亡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这实际上对美国并不算是威胁 美国大可选择重要的伊朗目标 实施毁灭性的打击 伊朗空军还是二代战机为主要装备的空军 三代机数量太少 伊朗的海军也是白给 在美海军面前能算得上扎就不错了 至于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美军具有全球到达 全球打击能力 伊朗在美军的第一波攻击下 还是否有这个能力 值得怀疑 谈判也是有代价 有付出的 采取极限施压政策 无疑不用美国掏一分钱 更损害不到美国的利益 特朗普上台后 奉行的是美国优先的政策 想让美国牺牲哪怕是一点点利益 做出一丝丝让步 你得有那个本事 很显然 伊朗还没那个本事 特朗普现在的政策就是在向伊朗施加最大压力 看看效果如何 再来决定后期的对一政策 毕竟 最严厉的制裁 还未开始实施 伊特朗普的风格 随时都可能改主意 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收益 这就是商人总统的策略 现在还看不出来结果最终会如何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美国除了国家公信力之外 没什么所谓